週末 跟著專業分析師一起開趴 輕鬆掌握財經消息與產業動態 理財週末派 讓你投資神展開 本節目由News98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摩爾證券投顧11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大家好 這裡是FM98.1 98新聞財 理財週末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新新歌 又過了一個禮拜 上個禮拜這個時候大家普天同慶 看著台積電財報非常的歡樂 沒想到這個禮拜基本上沒有什麼動作 這禮拜是非常沉悶的一個禮拜 這個禮拜基本上大盤就在壓回 雖然壓回不深 全周大概大盤也跌了130幾點 不過令人比較沉悶的是 基本上到了週五 在週五的期間呢 其實量也回到了3000億 就是量縮又壓回 我先跟大家講喔 其實如果大家去看 價錢指數的K半 包含在8月的 8月初 8月5號 在9月初 進行QQ 都是在什麼大疊之後 然後開始量縮 一直說說說說 說到凹凍どう recel出現 那儲量就開始上功 所以這邊的量縮呢 我認為呢 對於各位聽眾朋友來說 我覺得就是好機會 那大家到底在等什么呢 我自己个人认为在等什么 第一个美国总统11月5号的大选 第二个就是美国经济的状况 可能在11月1号的联准会的这个 要去看这个所谓的我们说非农就位的数据 还有在这个11月8号的这个联准会的这个降息的空间 那在这个之前大家看到大概剩一个礼拜多嘛 那在这个一个礼拜多的时间点呢 那盘的压回呢 我认为呢就是什么先蹲后跳 来做一个充斥的机会 好那这个礼拜呢 其实呢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都没有这个太大的消息之下呢 我认为呢还是有一些亮点可以观察的 包含在周五呢 这个所谓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这个股价呢 周四的晚上到周五的早上 基本上是大涨 一口气大涨了20%左右 因为这个业绩不错 而且预估的相对来说比之前来的好许多呢 那接下来呢预估的分线预估的 明年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的这个预期的一个财务状况呢 那也可能RubbleTustic啦 那接下来呢 会让大家好跌破眼镜喔 那对于电动车呢大家也觉得说 诶可能降价已经不是过去式了喔 降价可能接下来呢过去的影响会比较少喔 那再来就是什么 就是新贵喔 那转这个上市贵的这个新宇航空呢 那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五挂牌的时候也大涨 大涨五成以上喔 这个都是我觉得喔 在这个礼拜里面非常低迷的一个气氛之下 开始做突破的一个部分喔 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喔 我们先从盘面我们看到几个状况 然后再聊聊喔 接下来未来喔 这个礼拜可以投资的趋势 好那这个阶段呢 我们邀请到了这个所谓的摩尔投顾的分析师 钟昆真 钟老师好 辛哥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就说整体在这礼拜 我整体的感觉 真的就像辛哥所讲的很沉闷 而且沉闷就算了 我就说一般的沉闷倒还小事 而且就是在垃圾盘的沉闷 等于是说台股够沉闷了 那如果有涨又是涨台积电 所以就导致说整个市场的气氛 其实是比较也不算说悲观 但是就是没有什么 火力的感觉 有拉机吗 没有吧 机就是跌一天拉一天 跌一天拉一天 也不是天天涨嘛 对不对 只数又压着 台积电也是这样震荡一天跌一天 那我就说在礼拜五 礼拜五终于有一点点的亮点出现 就是星宇航空嘛 对那我就说 既然说提到星宇航空 其实也跟 等一下会跟投资人稍微讲一下说 星宇航空到底现在能不能买 还是说我们应该是要去买长龙航空 对因为这两间算是说最大的竞争对手嘛 对那我觉得说在这个时间 其实就像星哥刚提到说 诶市场现在到底在等什么 都在等嘛 暗兵不动 连量都缩了 对真的 那我觉得说最大的原因 其实我个人看法还是觉得说 比较偏向是在美国总统大选 也是选举嘛 对就是选举 因为其实目前市场其实摇眼满天飞啦 对包含说如果川普 因为以目前的民调来看 确实川普的民调是比较高嘛 那你本来的主题不是要跟大家讲说 川普当选就就GG了嘛 对不对 可是川普当选就很高欸 对对 但是这是网路上的传言 不是我的言论 不是我的立场 这是打一个问号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说大家都在疯船嘛 因为大家觉得说川普上的 他会报复台积电等等的 对那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讲 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先理解到 这件事到底会不会发生 你先生才有信心去买股票嘛 对对啊 那就是像当时在2016年 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预期说 如果川普当选 对台股会大跌 而且市场波动很大 对没有说 所以他选的那天旗子先一直跌跌 然后最后一直拉拉拉拉 对那一天 因为那一天 因为他是边开票 台股当时是开盘的 对在早上 对在早上 那我就看他那个民调 得票数越来越高 我那个T50反 我就不过越下越大越下越大 然后很开心 那个跌下来 结果我开心不到一天 隔天就被嘎爆了 对 因为当天你是下T50反 那时候我在做盘中直播 那时候我们是做这个所谓的 看开票 然后看那个道琼的旗子 跟标普的旗子 当时上的时候是跌跌跌跌 跌到连德国的旗子都跌停 可是到了美股的开盘 就拉上去 然后从此的那个低点就看不到了 就开始拉 所以就是说出乎大家意料啦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次很有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就是说可能说 假设啦 以目前民调来看川普上了 机会比较大 对 可能说稍微震荡一下 那可能震荡个顶多两到三天 很多低阶买盘就会开始去做进场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不用过度去做担心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些投资人会觉得说 那川普他会不会针对台积电 因为他现在一直放话嘛 说我会增加关税 那我会增加什么杂七杂八的限制出口进口 等等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其实以目前来讲 台积电算是全世界全地球 唯一有办 有资格称为是 纯先进制程的公司 因为上次法说会出来 他先进制程比重是高达七成 对 对这个是很夸张 所以基本上假设 川普他真的要去制裁台积电 基本上他找不到替代品了 对他也不可能去找三星 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如果说真的客政关税 限制出口等等的 那最后反馈回来 还是自己国家的企业 那有可能补贴变少 对不对 所以说对台积电来说 可能没有长期的利空 可是短期来说会影响 我觉得可能会是雷声大于点小 因为大家可以去想 假设说好补贴变少好了 对代表说台积电的毛利 可能会降低嘛 是 那台积电为了维持他的毛利 怎么办 提高他的售价 对那提高售价 当然就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得吃下来嘛 那台积电的大客户 Apple 灰达 AMD 这全部都是美国的企业 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最后还是会反馈到美国自己本身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部分的疑运大家是可以不用这么担心 或者是说如果不补贴就涨价就好了 对对对对 毛利很高是其实不是补贴来的吧 是因为这些大客户们允许涨价 或者接受涨价来的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量缩观望很正常 但是也不用过度去做悲观 对那反而是可以利用这个量缩的机会 那去切入一些在整个第四季 或是在2025年真的好的公司跟产业 是对所以今天就是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星宇跟长龙嘛 对对那星哥的看法怎么样 如果是这两档假设说你选的话 我要先问啦我先问 像你这么漂配这么帅的 你坐飞机一定是坐星宇的对不对 你到底有没有做过 我现在没有做过 我还没做过 因为不是不想坐星宇是 因为星宇目前的航班比较少 不好买啦 对不好买 不好买啦 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一直在比价嘛 星宇来说当然他价格会贵一点点 然后他的服务品质也都比较好 对 但是呢他的班次就真的比较少 对没错 好那回归到这个所谓投资面 我自己是这样啊 星宇这次的抽签我有去抽 可是我跟大家讲 冻结大概700亿多之一 但是很怕抽的啦 每七个才抽到一道 对我家全户大概有四张到五张去抽 对不起全部都共骨了 都抽不到不好中啦 都没有抽到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星宇跟长龙航空来说呢 就会有一个亮点 就是说星宇的亮点是说年轻人喜爱 然后由亏转银 但是长龙航的亮点是造成说 他其实业务这样是稳定往上 而且要赚蛮多的 那大家我这边先提 我认为了暑假的旺季 其实事实上已经旺季已经过了 接下来可能档次要等什么 明年的过年嘛 所以短期来说我觉得 这个航空业其实这两天应该比较热啦 可是接下来的营收我觉得 应该就是持平啦 他短期应该比我太大的一个 对那如果这两档要选的话 星哥会选哪一档 如果要直接问我一定会选这个长龙好 我的看法刚好相反 星宇航空 OK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年轻人 对所以我年纪大了 好没有 那还是跟大家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看法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 以星宇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帮大家准备这个比较表啦 那我们就以他的预估的EPS来看 那大家说这是初估的 因为大家要知道说 航空业他的EPS其实幅度会比较大 对 但因为他受到景气的影响会波动会比较大一点 那以目前来看 其实星宇航空再怎么样扩增 扩增他的市占率 他的EPS绝对不可能超越长龙 对对对对就是说短线没有办法直接超越 有亏转赢我就觉得很厉害 对我觉得至少在近三到五年 不可能会超越 那为什么会选星宇 其实我觉得说 因为星宇航空他在国内有他的寡敞性存在 对因为其实星宇他最大的特性就是唯一的头等舱 对因为目前长龙跟华航都没有所谓的头等舱了 对所以其实说星宇他的客群的定位是很明显 比较精品啦 对比较精品 那除了说因为精品就代表说他的售价比较高嘛 对那再来还有就是说星宇航空他的利润会比较大 因为说大家知道说整个航空业 他最大的成本就是在油 油嘛对就是在油 那油的部分其实大家要知道哦 星宇航空大部分都是新型的机种 对那新型机种跟旧型的机种 他最大差别就在于他的油耗 对就跟我们这个冷气一样嘛 可是旧型的冷气吹一小时 怎么压缩机不好买啊 对比较好的压缩机 类似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说星宇航空有新飞机的优势 所以他的成本又会比长荣或华航直接来得更低 那大家把它组合起来看哦 他有成本优势 那又有高单价消费客群的优势 代表说他接下来的毛利率 会比其他的航空业者还要高出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说他的成长性是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也就是说像这个昆仑兄讲的就是说 也许EPS短期赶不上来 可是看毛利率也许就会开始往上去 对没有错 而且虽然说EPS赶不上来 但是如果说以可能说 因为像是股票市场大家就知道很多法人是喜欢看他的成长性 对那如果说以成长性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这张表格 新宇航空因为目前还是在扩张时期 所以以目前的状态来预估 基本上2025年预估EPS一定会比今年再更高 但是因为说长荣航空在今年算是已经有点冲到他的旺季了 所以以目前的整体的载客量跟他的一些预估获利来看 长荣航空在明年没意外的话 不能说他要衰退 但是他在明年赚的EPS应该会比今年再更低 就成长空间有限 因为一个是由下往上一个是在高原震荡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在高原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一个长线的角度来看 那我是觉得新宇他的想象空间是会比较大一点 果然是年轻人 我觉得其实这样啊 就是说挑选股票其实跟年纪有关 比如说新宇的话看起来就是亮点多 然后包含他的董事长张国伟也是新闻很多嘛 那这个就会让流量转化成实际的一个载客数 让这个整个话题起来 可是长荣航我说老实话 嗯没有看到什么声让出来啊 对对对 那这个反而对于一般的他就是稳扎稳打 所以如果说投资以这个前瞻性来讲的话 看起来我当然还是一样 如果以稳定的角度 我会选长荣航 因为我选长荣好 我这边要补充 我的在意的点就是说 假设他的股息殖利率假设可能会达到6%左右的话 在年底也许有一些高股息换股的动作就会进来 对那高股息应该不会换新宇航空啦 所以这个这个选择就在个人 我是稳扎稳打我就选这个 航空航空啦 对所以这部分就给大家去做参考 是 对对对所以下半段 除了说新宇跟长荣行以外 当然说台股的主轴还是在电子 是对 所以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 在选前有什么电子股 是值得我们提前去做布局的 是那如果想要追踪这个 钟恒文老师的这个消息的话 怎么来做留意呢 对那就是说如果说你想知道更多个股这样子完整的剖析 或者说深入的去做研究的话 那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LINE 就是直接输入小老鼠Wi178 那在我的主页里面 我会在礼拜日发布 下礼拜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那或是说一些最新的标股资讯 直接加入就可以看到 是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这个拿起手机来搜寻ID来加入 理财周末派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欢迎回到FM98.1 98新闻台 理财周末派 我是主持人林昌鑫 在现场是某人投过的分析师 钟坤真钟老师 我们在第一个阶段提到了 其实台股最近其实比较沉闷 这个沉闷呢 也没有大跌 那不是开高走低呢 就是开低走高的盘就盘在这边 那也没有跌破月线 可是量能就是出不来 那还好有一些量点包含特斯拉啦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些航空啊 那这个新宇航空呢 终于呢这个转上市柜之后呢 开始有点亮点出来 不过呢我想同学朋友 还是最关心的就是电子股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聊聊 电子股在台积电 上个礼拜公布法说会之后 公布的这么好 那很多人在1100左右卖掉 更是很多人的是在1100跌下来 开始上车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礼拜为什么台积电动不了 那台积电动不了的状况下 到底是在F4轮动呢 还是大小型股轮动呢 那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应该如何来观察 我们还是要问一下 钟昆森 钟老师 好 那我觉得说其实在整个第四季 它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就以本周来讲 本周我觉得说 操作难度是相当的高 而且它这种操作 所谓操作难度高 倒还不是说旋鼓哦 对你说 诶强势股可能说像是近期很强势的光达 还有包含像鸿海 诶大家都认识 对 或甚至说台积电 你说台积电在这一步有没有涨 它其实在法朔会过后 也是跳空上去了 对 虽然说没有再续涨 但是它也没有去回补它的缺口 对 所以理论上台积电也是赚得到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说 诶同一档股票 可能说台积电是没有赚到的 那其他股票 明明有涨 但是却没有赚到 那我觉得说这很大一部分 就跟第四季的肋骨轮动有关系 对就像是说台积电好了 就像刚刚星哥有提到 有些人是法朔会前买 法朔会后跳到一千一 卖掉赚钱 对 但是如果说法朔会跳空上去 你再买到现在可能是小套 就没赚了对不对 所以你说什么有人赚 那就是在法朔欠钱买才有赚嘛 法朔会后看得很好 进去买的人 基本上赚钱就是小套 所以我觉得说 以整个第四季来讲 他的肋骨轮动会很有趣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说下个定义的话 第四季行情很好 但是不好赚 不好做 对不好做 对就有点这种 看得到就吃不到的感觉 是 对因为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就是说帮大家完整 完整的整理出来说 整个第四季肋骨轮动 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就是说 当台积电涨 中小行骨就会休息 对 那前几 上个礼拜前几天就很明 上半个周嘛 对不对 大盘弱 可是OTC就很强 对对 非常明显 而且那个强弱之分是 真的是两级哦 对那 当大盘开始在震荡 OTC就长红可以拉上去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看 大概就是会说 台积电涨 中小行骨就OTC 就会开始休息 对 好那当台积电开始休息 可能就会轮到 中小行骨涨 对 但是重点来了 中小行骨也不是百花齐放 对他可能会说 今天涨细光子 对 那明天涨车用 那在后天可能又涨到其他的一些 像先进封装 你要这样我就觉得 我投赦 应该一个头两个大 为什么 因为周五涨的是车用 所以到了下礼拜搞不好车用 又休息 对不对 我觉得会哦 对真的会这样 对那你看 那当中小行骨休息 又会轮到台积电上涨 那可能说中小行骨休息 会轮到全职骨 精准的讲应该是全职骨 然后全职骨又不是只有台积电 又在全职骨F4开始轮 对可能说就像周五 周五大家觉得 啊这个应该是要涨全职骨 结果全职骨也是涨红海 对 然后涨联发客 对 然后台积电又变成在休息了 那当 可能说全职骨休息之后 又轮到中小行骨嘛 那轮到中小行骨之后 可能又不是涨原本那一群中小行骨 就举例像今天车用 车用可能延续到下周一 又变成长像是细光子族群 对又长回来了 又变成细光子 会变成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样子的 时空背景之下 就是有一个比较忌讳的点啦 就是尽量不要去追股票 对就是今天什么很强的族群 你一追 搞不好隔天开高之后就开始下来 诶真的不夸张 从上周从周一到周五 几乎每一天都这个状况 对因为我记得像是细光子CPU 比较大家比较熟悉很强势的 三四五零的联军 创高像联军联雅迅星等等的 他都是创高大涨一根长红K 那让你觉得说 哦他这个攻击形态要发动了 结果隔一天连叠两天 对那还有就是说像是特用化学也是 是 特用化学族群在上周 其实他有一天哦 我没记错的话是周三 百花齐放什么三浮化三晃达新材料 都大涨 涨完一天又连叠两天 对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会建议投资人说 尽量以 就是可能说大涨一天 跌个三到五天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切入 对就回的时候再去接嘛 不要涨的时候一追 因为他没有连续性 对对对对 他没有连续性 那说那接的话要接什么样的类股 其实我觉得说大家可以去用简单的一种产业上下游的关系下去做选顾 对就像说台积电法说会过后 那可能说他会带出整个先进封装族群 那先进封装其实在接下来比较有机会扩大市占的是在面板级散出型封装这一块 对所以大家可以发现以上周来讲 像新科 冬结有微科 还有群创 其实也都不错 在上周的表现都非常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面板级散出型封装在百花齐放 我就不建议再去买了 对就是一个礼拜很强 可是到了下个礼拜 搞不好这个就休息 对好那你说 那当整个面板级散出型封装完 我们可以去留意哪些 所以回过来看COWAS吗 我觉得可以回过头看COWAS 或是可以去往他上游的 我觉得说就是有用他一个对产业关系 上游的材料可能会来的比较好 因为材料要上个礼拜有发动过一次又下来 对对对对对 像大兴材啊 三幅啊这一些 对对对对 就可以回过头去留意他 因为他这个是连带受惠的吧 说先进封装好 他里面的上游材料一定不会到太差 对就可以往上游去做布局 或是我们往下游去找也可以 对你说整个先进封装FOPLP 他的下游有哪些 其实说下游的话就包含像是玻璃类鼓 穿上原物料 对那玻璃类鼓 其实上礼拜 台波波突然大 台波有涨 他下边波动鼓 他以前不会动 台波其实他的属性是跟台泥差不多的 结果上周突然就大涨 其实关键也在于说 他是受惠于FOPLP 对因为说大家要知道说 FOPLP 就面板级散出型封装 他跟传统COWAS最大的差异 就在于说他的基板 是用玻璃基板 对那传统的COWAS他是用 传统的PCB 对所以玻璃才会涨 那其实说 我们可以再延伸再下去找 那这个 玻璃涨了嘛 那玻璃基板他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切割 对因为说玻璃很易碎 所以他一定要专门切割的厂商 那专门切割的厂商就像是说 8027的泰森 那像是震达 上礼拜也都发动过 对对对他就延伸到玻璃切割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说用这样子的逻辑 其实在 肋骨轮动这么快的行情之下 其实你说要稳稳的提前布局提前转 我是觉得 是可行的 那举例来说是不是就类似有点删去吧 比如说这个礼拜涨什么 那这些就先放一边 来找那些还没长的先布局看看 等大家会不会拉就对了 如果说我们用三聚法来讲的话 这礼拜我们一定不会买到跌幅比较重的西光子 所以因为西光子在前一周 他其实说已经百花齐放了 对所以我觉得说用三聚法这样去看是没有问题 那像是说 其实如果说以整个面板族群来讲 群创在上周表现其实也还算OK 对就是他有一天是创新高那就开始在横盘整理震荡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去留意 可能说面板里面的面板驱动IC 对像是说天狱敦泰联勇瑞鼎等等的 他在下礼拜就有机会可以去做发动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呢 再回到我们这个轮动的图 其实我最近也观察到这个重点就是说 台股现在的盘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小型股轮动 他如果说听到朋友你喜欢做中大型的 我也认为台积鸿海广达联发科 他也自己在里面轮 所以搞不好下礼拜我觉得盘面上 搞不好又回到台积电 因为这个礼拜大家都没动 我觉得会喔 因为以这礼拜来讲 最强的其实真的是鸿海跟广达 那有机会下礼拜就轮动到台积电 对所以这样子说完整的轮动关系图 其实我觉得说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卖绕 那你才会知道说应该到底怎么去做操作 所以像是说也有帮大家整理出一张比较完整的产业关系图 那我们就会去说什么长过了 接下来可能会长到什么 对那这些资料我一样会放在我的line里面 对那大家就直接输入说小老鼠 W1就Wi WI-178加入进去之后那点击我的主页就可以免费观看 不用输入任何文字加入就可以去做观看 好我想其实呢周恩老师他其实很认真喔 而且喔在这样的一个现在比较不好操作的一个地方呢 其实帮大家整理好这种所谓的循环 这个循环的轮动呢我觉得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包含我们看到了这些先进封装啦 还有面板级封装喔其实这种呢都是一个所谓一个 大家可以去关注的重心喔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认为呢在现在台股喔 比较在等选举的这个美国选举状况出来之前呢 你去做一些所谓的低阶的布局 那也追踪老师的这个line喔 你就可以知道了欸现在最新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喔 那理财中风派呢每个礼拜六都会告诉大家最新的产业知识 跟接下来盘面的一个脉动 我是林障兴今天也谢谢钟晖恩老师来的建长 我们下礼拜见喔拜拜